熱鬧的古鎮和武師表演為橘青春銀髮宅動土典禮揭開序幕 聖寶集團配合市府推動老人居住產業政策 規劃橘青春銀髮宅,以智慧和綠建築打造,提供醫療生活服務 總裁陳盛田表示,橘青春台語發言是很青春 象徵局勢帶是人生中享受的精華階段 也呼籲未來的總統能夠鼓勵銀髮族多消費 只要健康你到八十九十都是很青春 為什麼叫極青春,台灣有很青春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做的,我們不叫養生宅 養生宅不會讓你長壽 我們這個其實就是說很青春,很快樂 這樣你就會長壽 可是這些人很節省啊,錢不拿出來用啊 所以就套勞在那邊,年輕人沒錢啊 所以說這些老伙子,後天的總統要注意一下 一定就要年輕,要給大家開錢啊 何偶宇表示,12年前新北市長者人口有為34萬 112年的1月已經翻倍達到68萬人,佔總人口數的17% 市府積極推動高齡友善政策 從銀髮俱樂部4.0,全靈工容公園到公共拖勞中心 都是和民間攜手合作,持續照顧社區長輩 市府這次更藉由招商一條龍的政策和申保集團協力 打造銀髮友善宜居環境,期盼長輩們都能夠開心健康 各位新北市在撒這個長輩,我們對銀髮紀錄部1.0付到現在4.0 我們旅旅有銀髮紀錄部,大家的力量都有唱歌、跳舞、健康 所以要讓那些長輩比較高興 你去觀光七頭,也有全靈共同遊戲 這長輩要七頭都有啦,也有遊休長照戰,我們衛星球做的 公共拖勞都做很多啦,現在都做幾個倍,這也在拚這個 所以不是只有四分人在拚,公佈也拚 我不是在陪你唱歌,那不一樣 那不一樣啦,這不一樣的時代,那不一樣的方式 那不一樣的方式,所以當事長啊 隔壁有住宅的話,你看有才有一個動力 是大人不在陪,小孩住這麼好,過去來住這裡 小孩自己去住,這樣也是貴力盡快的 金融局表示,新北市政府透過民間投資 打造友善移居銀法居住環境 將舊廠辦土地分區由一種工業區變更為住宅區 基地接近捷運板南線和未來萬大樹林縣雙捷運縣 還有土城長根醫院可以提供醫療資源 促進樂林產業鏈的發展 記者趙世淵,新北採訪報導 好 好